好 那麼據了解 今天一早柯文哲的坐車 本來在門口等著接柯文哲出門 不過先來的是檢聯人員 那麼現在最新搜索情況又如何 我們再次把鏡頭交給記者劉婷婷 婷婷 哈囉 各位觀眾 馬上來為您找過 金華城案的重大發展 首先來給您看一個最新的畫面 我們來看到柯文哲 位於台北大樓的辦公室 在今天早上 已經有北檢 以及連政署的人員 都已經來到了現場 要來進行搜索以及搜查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辦公室這裡 由於一早是沒有人的 所以這些人員檢調 是沒有辦法進到辦公室的 不過稍早我們看到 民眾的立委黃珊珊 也已經現身抬播 不過還看到非常多的媒體的鏡頭 他則是不發抑鬱的 而且隨即是轉身就走下樓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已經深入到重大弊案的發展當中 現在在今天早上 檢調也是繽紛多路的搜索 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像是我們剛剛提到 在台坡大樓的柯文哲辦公室 在辦公室裡面 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當然也就是目前檢調 以及連政署人員非常關心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最主要像是在今天的凌晨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殷小暉以及威京集團的主席 沈慶晶等多人都已經收到收押 其實當中已經檢調 甚至認為是說 殷小暉他就是受惠者 然後另外像是提到的沈慶晶 他就是行惠者 當然現在要釐清 就是作為前台委市長的柯文哲 他在任內在如何核准 整個案子的容積率 這個金華城案的容積率 怎麼從560%整個 容許到840% 這塊接下來也就是檢調 當然要釐清 最高提到 他搜索了非常多的地方 另外來看到 還有搜索了一個非常大動作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柯文哲 位於金山南路的住家 我們來看到檢調 以及聯證署的人員 聯姐在今天早上7點半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來到現場 其實它是有過程的 原本是有一個人先來按門鈴 但是由於他沒有辦法順利的進去 之後他們門打開之後 是帶著4到5個 應該是他的同事 還有這相關的其他的人員 就順利進入到柯文哲的住宿 時間是今天早上的7點半 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了 早上的9點多這個時間點 等於是說 其實他們已經在柯文哲住家裡面 搜索了超過一個半小時 那會在他的住宿裡面 搜到哪些資料 那接下來呢 當然預計就是來進行這相關的 把這相關有關的一些事證物證 都是要來拿走的 那預計今天柯文哲 他接下來就會前往到 這個聯證署來接受偵訊 之後也會前往到北檢來進行複訊 因為柯文哲已經是被列為金華城案的被告了 但是我們知道其實柯文哲過去的態度 他其實對於不管是來搜索他家辦公室 或者是要約談他 他的態度都是老神在在 都覺得說要來談談 要來就來談 要來怎麼樣就來怎麼樣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被列為被告的狀況之下呢 接下來聯檢他的這個診判 診判的方向就會非常的明確 另外還有包括就是 台北市的前副市長彭震生呢 他在今天早上他的住宿 同樣也是被搜索了 那我們其實知道 其實彭震生他在之前呢 是有被限制出海出境的 以及還有他是限制住居的狀況 但是呢他今天早上包括他的住宿呢 同樣的呢也是被搜索了 所以接下來整個案情呢 可以看到一個重大的發展 那會有什麼樣的相關 TVBS隨時為您掌握 好 問您持續更新 有關於金華全容激烈案 今天早上的最新司法病毒 而就在剛剛呢 連政署人員已經到達了 柯文哲位於金山南路的二段 住家來進行搜索 那目前搜索行動才正要開始 那今天呢預計會搜索10個地點 那現在呢這個搜索行動 其實包含了柯文哲的住家之外呢 不排除也會有民眾黨的辦公室 那今天呢搜索行動結束之後 就會把柯文哲帶到連政署來進行征訊 不排除晚上就會送到北檢來進行徒訊 那今天連政署人員呢 他們不選擇不採發傳票的方式 通知柯文哲來報案說明 而是直接到柯文哲的住家 並同時搜索以及約談 那今天的調查重點呢 就是這個金華權容積率高容積率的問題 調查出柯文哲在這部分有沒有涉嫌土利 第二部分就是呢要調查說 柯文哲的金流在這部分呢 有沒有涉嫌貪污以及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那其實這兩天 連政署的動作是還蠻快的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易小薇以及沈慶金被收押了 包含在易小薇的無姓助理也被收押 那現在呢 全案已經進入調查的核心 今天的重點呢 就是被列為被告的柯文哲 要來理解說 他在這個金華權的容積率案 到底擔任了什麼角色 那我們也將持續的問你掌握 最新的司法進度 好 各位觀眾 馬上明臨 掌握金華權案現在的重大發展 在今天早上呢 檢調以及連政公署呢 是進入到我背後 位於金山南路柯文哲的住家 我們捕捉到了呢 現場記得同業媒體捕捉到了 大概四到五人 他們是今天早上呢 在大概現在的時間是往前推 大概十分鐘的時候呢 就已經進入到後方柯文哲的住處 來進行搜索 那我們知道其實金華權案 有一個重大的一個發展 是在今天的凌晨呢 包括像是台北市議員 蔭曉暉以及威京集團的主席 這個沈慶京呢 他們都已經收到了羈押了 那目前呢 北檢以及這個連政的公署 他目前調查方向呢 接下來將會調查到柯文哲身上 所以呢 今天呢 北檢以及他這相關的人員呢 都已經進入到他的住處 來進行搜索 那我們目前掌握到呢 預計的柯文哲呢 是確定會被約談的喔 送往到廉政署然後晚上呢 才會送到這個北檢來覆訊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現場已經有非常大批的 這個媒體守候喔 那另外呢 在柯文哲的住家前面呢 其實還有他的坐車喔 但是呢 預計沒有想到呢 原本大家是傳出說呢 柯文哲是可能會前往到 台坡大樓這裡來開會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的坐車現在呢 在外面來可能等候 但是柯文哲在今天 會不會有辦法順利出門 或者是之後呢 他如果一踏出家門 接下來就要被帶往 廉政公署的部分呢 也是我們現場非常關心的 所以呢 為您帶來目前今天早上的 最大的重大發展 就是金華城的弊案呢 在今天早上呢 檢調以及廉政署呢 已經赴柯文哲住家來搜索了 那TVB的采訪團隊 持續在現場 為您掌握任何的最近狀況 身穿藍白外套 雙手上鎬 快步走上球車 她是台北市議員 殷小威 緊接在後的 還有身穿一襲灰色西裝 同樣上鎬 撇頭不願面對鏡頭的 威京集團執行長 沈慶京 主席身體還好嗎 台北地院昨晚九點 召開積壓庭 個別詢問涉漢人 殷小威 仍否認收賄或施壓北市府官員 大約一個半小時過後 法官裁定擠壓禁見 凌晨一點 助理吳順明 也被裁定擠壓禁見 而沈慶京 則是在凌晨四點零五分 被裁定擠壓禁見 日前辦案人員發現 二零二零年間 沈慶京疑次 為了爭取金華城原址 興建大樓的容積率 找映小威協助遊說 以及施壓市府 後續清查金流發現 申慶京疑次先後透過協會 行賄應小威四千五百萬元 利用職權向柯市府遊說 要求放寬金華城融機率 助理吳順明還幫忙領錢 存入其他戶頭 單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的 行賄及收賄罪 一同遭法官擠壓 而映小威下個月 交迎來六十歲大獸 這下恐怕生日還有中秋節 都得要在看守所度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